Léo聊世紀 天天動心 大家好 我是Léo 今天來看馬來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 神愛寫的哈拉伯比賽 那先來看一下 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馬來人 那馬來人特色呢 是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而且他的弩兵是全滿的 那馬來人的升級速度也是遊戲裡面 升級速度最快的文明 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按一些村民 就是他經濟加持的 而如果是在尤海圖的話 他的漁網可是三倍漁網的 所以他的漁網可以試得更久一點 那他的聖旅科技呢 除了沒有這個宗教皇樂跟神權政治 前期要訪投石車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用聖旅去點救出思想使用的 那後期呢也可以點下強制增兵 我們是你的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直接生產 那馬來人呢 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跟弓兵騎兵路線的話 沒有這個二級馬牌也沒有三級馬牌 這個甚至連品種都沒有 但如果要用輕騎兵的話 還是可以轉出的 後期的搭相非常便宜 所以可以在考慮地獄世代再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呢 擁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而且吃果子是一面最快的文明 那他的騎兵路線呢 也是大家所能知的192遊俠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他封建世代的刺猴血量 是比較多的 擁有54滴血 那如果對方點下平等之後 封建世代的肉麻血量 是會輸給對手的 那法蘭克人呢他的打法比較偏向 騎兵、遊俠配上槍兵路線 戰毛兵的話沒有三級色、三級甲的關係 所以用起來會有點尷尬 後期可以考慮用火箱去取代 戰毛兵 那後期的部分還有火炮可以用 還有工程工程式 所以還算是個不錯後期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HERA後面的地圖看起來還不錯 有塊附金 但這個金實在是有夠爛 要怎麼圍呢 這個看起來也不太好圍 那後方還有塊黃金 但這個黃金是有點偏向HART那個側的 所以這個點是有點危險 看來可不可以這樣直接圍過來 或是還要圍出來圍出去一點 把這個金給守住才行 那還好是他的黃金 不是他的果子在後方的位置 所以在前期的部分 反而客人吃果問題應該不是 成為太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看一下馬來這邊 馬來這邊黃金在前面 黃金也在裡面 看起來跟HERA還蠻相似的 但他的優點是黃金在裡面 是圍得起來的 但果這部分是有在外 兩邊地圖都是需要一個大圍 才能夠好好仿術的這種地圖 看起來是前期沒有辦法 就可以小小圍 就可以搞定的一張地圖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時代怎麼打 那這邊看到 HERA這邊是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HART這邊呢也是 補下了封建時代 兩邊時代一樣 但是這邊有氣久 HERA這邊是打18P HART這邊是打20P 但是兩邊升級時間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馬來的升級速度之力 那HART這邊直接透露兩村 讓經濟自己更好一點 那HERA這邊 則是正常的18P 漏馬開 沒有到極限漏馬的部分 但這樣打的好處呢 是可以讓自己 維加亞莉莎也更小一點 好那農田 可以早點下一下 待會出來村民 可以直接一直傻 好漏馬過來 但是HART加令已經有槍兵守著了 下方兩隻肉馬也出發 現在兩邊的肉馬 可以看一下血量 現在法蘭克血量的肉馬來到4滴血 馬來人這邊血量也是45滴 差了9滴血 所以法蘭克肉馬互打一定是有優勢的 好結果HERA這邊 直接撞到了槍兵 直接硬吃掉了一隻槍兵 被換掉了一隻肉馬 這樣有點虧喔 那前期的部分 法蘭克人還是要考慮要不要轉這個毛兵 或是要多補一點槍兵喔 不然對方肉馬一多 這裡防守就會很糟糕 好這邊看起來 唉唷 這邊要直接硬吃槍兵 最後11換1 換掉了一隻肉馬 好但這邊有細節 把村民拉回去伐木 那兩隻村民在這裡 HART就不太敢打 好後防這個地方 為什麼HERA不按槍兵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槍兵按太多 可能會生死帶生慢喔 唉唷 這邊村民看一下 可能會有危險 這三隻肉馬好像也沒時間控了 那其實HERA這邊只要按一隻槍兵過來防守 就會很好打 先把這個槍兵解決掉 再來去解決肉馬 這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這邊稍微微一下資源點 肉馬回來了 看一下這邊會不會開打 感覺會打起來喔 這隻槍兵 槍兵直接一上 先吃掉一隻 槍兵想要往回拉 又回頭戳了一下 剩下肉馬直接回頭開打 看起來HERA這一波是打出了優勢 肉馬最後吃光 兩邊都沒有被擊殺村民 但是馬來人的村民優勢 還是山村阿 這裡馬來升級實在是太好了 哇 資源量已經領先了快要四百資源 好 那HERA這裡命是法恩克的 資源量要出來輸這麼多 現在對方已經轉出攻兵了 自己要趕快補射箭場 欸 結果這邊本來想要補箭塔 最後是決定補射箭場 那這邊變199了 時候待會要再挖個一顆 才可以到城堡時代補3TC 開弄阿 這裡槍兵 不錯 攻兵兩隻 應該是沒有辦法打破 趕快修理就好了 這邊趕快 拼一下 看能不能存到帝王時代 城堡時代 MBL 不是MBL HERA這邊是補下戰毛兵 戰毛兵 過來 先打槍兵 看一下這一波 好像會開打 這邊可能真的要上阿 但是HERA這邊弱馬其實很少 弱馬很少的情況下 要打掉這些槍 毛兵是不太容易的 毛兵趕快先把槍兵解決 三隻槍兵已經倒下 第四隻槍兵也馬上就倒下 好 弱馬解決 現在馬來人沒有辦法擋住這些毛兵 以上城堡時代 馬來人補下的東西是毛相夫 看到毛相夫直接撤退 HERA這邊要擋住 弓兵配大象的打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配僧侶配戰毛 這個也是平常一般的文明 轉這個弓兵配騎士的打法 戰毛打弓兵 僧侶遭騎士或是毛相夫 都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那如果你不太會控僧侶的話 也可以考慮 去轉這個重裝長槍兵 但是這樣子開弓的時間點 就會更慢一些 所以我是不太建議使用重裝長槍兵 前起時候就開始防守 而用僧侶的話 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甚至可以給到對方壓力 讓大象沒有辦法 一直攻擊建築物 好 這一波大象在上方 肉馬在下面看 兩邊都沒有做出一個 大量的進攻策略 馬來人這邊是點下了 二級伐木 好 這邊終於想起來 有二級伐木需要點 好 兩邊都點下了輪軸 輪軸技師都補好了 HERA這邊3TC 也順利補充了起來 天氣競技要小心超市車 還有HERA這邊是控得很好 馬來人繼續用頭車 往前壓制 打一發 沒打到 天發有機會 哇 真的拍到了 這一波 HERA 秀到 頭破血流 快了 現在要解頭子車好像不太好解 HERA這裡應該也沒有大開戰要出騎士的意思了 現在暫時騎士出不了 好 工兵跟頭子車 這個組合 非常難纏 13點救贖思想 也不太好 招降工程器 因為工程器 很容易被後方的奴兵 直接秒殺生女 不然就是被 頭子車 砸一發生女 就倒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 救贖思想的話 至少要補傷修造運 一個點救贖思想 一個點 這邊 生女直接被 戰毛投爛 好 這邊騎士出來 再補個傷害 騎士直接被集火兩次就倒地 但最後 三台頭車 都搞好了 HERA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騎士一出來 直接開扁 OK 打槍現在還有三隻在前方 現在HERA 又過來 做一個攔截 肉麻能夠換掉嗎 感覺可以 再一刀 搞定了 現在馬來人 三提士也補上 家裡 戰毛病 要小心 後面補了一個城堡 當然就算這裡被走進來 這裡也可以安泰了 至少不會被遇到嚴重騷擾 現在這裡只要被騷擾 反而客人的經濟命脈 被控住了 兩半了 這裡農錢實在太多了 這毛病上前點掉了一村 反而客 點下來一隻工兵了 反而客這裡沒有開始轉騎兵 而是繼續走工兵路線 算是戰毛路線 真的是很農啊 好 資源量看起來是要來點帝王 哇 還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馬來人在一個奇怪時間點點下了彩晶裝置 這個彩晶裝置通常是點帝王之後再來補都不會太遲的東西 哇 馬來人這邊真的是 這時候 還要買賣一下 ok 好 這兩邊都點下了帝王時代 但是 Hera這邊是先點的 卻時代也是落後對手 馬來人帝王時代 生死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神女遭翔自滴大象 Hera這裡點下了一攻 第二四代還有五十秒 騎士的部分並沒有 出了太多 現在是三馬就在出了 還不是四到五個馬就 這就是騎士精神了 好 Hera這邊要趕快點下防護力 跟騎兵的 升級 重裝騎士 好 投資車 現在在上方慢慢想要拆進去 敵士一直在繞 哇 上方又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就在到處偷摸摸 脫街 城鎮中心 偷農啊 現在Hera這邊是五TC 是 nord haben 現在騎士的部分 重裝騎士已經升級好 一定要上前直接硬吃吧 後方有投資車 結果投資車直接往前 直接被騎士給收掉 但是投資車行死還是砸到一發戰貓 這裡直接硬扛著弓箭的傷害 拿掉了非常多的黃金單位 這一波非常的賺 那Haira這邊是補下了化學跟二級攻 三級攻感覺沒那麼必要齁 這裡趕快存一下資源 還是要先盾遊俠呢 這邊就是Haira的抉擇點 翼王時代還是缺了一大堆的 反制能力 好騎士上前 但史上有點慘重 戰鬥兵在後面 開始在打槍兵 槍兵能夠守住最後一台巨型偷襲嗎 沒有辦法 法蘭克最後用重裝騎士 就是拿下了這一台巨型偷襲 好 法蘭克這裡還是先補下了三攻 那遊俠什麼時候點呢 法蘭克要是沒有遊俠的話 起兵血量只有領先四點的血量而已 但目前現在血量差距有點擴大 好這邊就特地硬招到兩頭大象 大象直接扛住了傷害 但他還是被槍兵給戳爛 後方三台巨型偷襲 開始攻城 沒有辦法這一波 能夠打贏嗎 戰鬥兵可能也要繼續按 完蛋了 三台巨型偷襲要被換掉了一台 好最後剩兩台 烙幹走掉 好現在法蘭克來擁有 一千多塊的黃金 那生物的部分有點危險 現在四個生物在修道院裡面 然後後面補一個修道院 這樣會把生物往後搬 結果 這裡又補了一些射箭場 看來射箭場還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只要出射箭場 槍兵弓兵都能打 馬來這邊強奴一直沒有點 有點尷尬 但法蘭克的戰貓兵也是蠻微妙的 沒有三級弓兵甲被強奴射真的是太痛了 沒有三級射 打這些兵也是稍微有點難打 手針太短 好四台 四個生物 後面補一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補的位置有點近啊 好這裡修道院補完之後 趕快按一個升旅吧 Hera在這個時間點突然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好這一波重裝騎士從下面 是要偷偷進去嗎 好正面的火炮直接被巨頭給砸爛 Hera這波打的反制非常漂亮 在非常安全的位置 用巨型頭C偷偷砸掉對方的遠程單位 留下的升級時間還有30秒 但這邊城堡已經看到了 洞裝騎士過來騷擾 家裡的槍兵是 慘能夠嗎 好趕快慘多一點的槍兵到後排 渡下升級 還有3秒 好最後被招搶了一隻重裝騎士 好轉兵往前 但是馬來人家裡已經8BQ 馬來後方的村民直接被坦爛 在馬來這裡也是要補一堆大槍兵 但是法蘭克人正面能夠守住嗎 兩台巨頭C還想要打火炮 又砸到了一台火炮 Hot這一波有點尷尬 火炮一直被巨頭給砸掉 正面的戰毛兵 開始數量慢慢回補 好看起來正面的部隊開始變少 游侠直接上前貼貼貼 貼掉了一些 村民 好這裡游侠終於殺出重圍 後面火炮好像沒有辦法 還差一刀 哇靠最後一刀拿下 最新頭C 可能也擋不住 上面的火炮也出來了 我們恭喜Hero拿下 比賽的勝利 Hot這一波 最後一波有點施測了 黃金海一大堆啊 感覺奴兵的部分 可以再繼續按更多一點 真的可以透過買賣 把這個食物買起來 先升個牆蠔再說 有牆蠔配槍兵的情況 反而客人是很不好打的 而且自己又火炮 對不對 對方出戰毛病的話 可能自己再轉個投石車 壓力都會稍微小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MBL 拿下資源點勝利 黃金食物都移 木頭的話輸了一些 石頭的話也是輸了一些 但是擁有四生物經濟是非常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忙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